大家好 金门的议长发出呼吁 请民进党当局同意 金门的乡亲用专船赴厦门打疫苗 台湾媒体报道 继国民党金门级立委陈玉珍以台湾疫情严峻 日前向民进党当局建议开辟小三通专船 让金门乡亲到对岸打疫苗 金门议长红云点10号也呼吁民进党当局同意 派专船赴厦门打疫苗 红云点表示台湾新冠疫情日益严重 6月10号确诊累计是12222人 死亡361人 目前离开金门岛虽然维持零确诊 但是唯一的部门金门医院医疗资源有限 一旦出现防疫破口将严重威胁乡亲安全与健康 希望民进党当局审时夺势 因地制宜 充分授权地方政府掌握防疫先机 确保乡亲健康和金门净土 红云点表示据媒体披露 大陆福州市厦门市红十字会有意捐赠疫苗给连江县与金门县 希望民进党当局并除政治考虑因素 体恤离倒台湾人的生命安全 考虑今夏近在咫尺 双方民间团体往来密切 且厦门目前无疫情 呼吁民进党当局同意金门专船赴厦门五通码头 以入港不入境方式施打国际认证的疫苗 近期台湾疫情蔓延疫苗严重短缺 台湾同胞特别是金门马祖民众 呼吁开放输入大陆疫苗 福州市红十字会 厦门市红字会负责5月底 曾表示福建与金门马祖血缘相亲 地缘相近人心相依 情之相容 理应守望相助 携手抗疫 我们愿意向两地同胞捐赠一批新冠疫苗 协助当地民众加强防疫 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切实维护生命健康 国台办案发言人朱凤莲 5月26号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在台湾地区疫情肆虐 疫苗严重短缺 台湾人民 急盼 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民进党当局仍百般阻挠大陆疫苗 输台 完全是政治 心魔作祟 这个事啊 我觉得就打了民进党的脸 就是你自己啊 救不了连江县 救不了这个金门人 人金门的这个议长自己呼吁 那我们自己去服大陆吧 你那要疫苗没疫苗 大陆有疫苗 国际认证的 是吧 我们包搜船去打 打完了以后 大家都有免疫了 金门大家都安全了 就是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 我现在就想看看民进党 我就想看看民进党 就是你这个有点像大陆讲的 你们站着毛坑你不拉屎 你站着毛坑你不拉屎 是不是 弄不来疫苗 又不让别人去是吧 打疫苗 你这什么意思呀 难道要死一起死吗 就这意思啊 让你执政 让你民进党 是吧 在台湾执政 是为了人民服务的 是给台湾人民服务的 你站着毛坑你不拉屎 连江县是吧 金门 人家想打疫苗 你没本事 国际上弄不来疫苗 是大陆有啊 人家福建厦门在等着呢 是吧 国际认证疫苗 准备给你打呀 不行 不行 要死你们一起 跟我死在一起 你看看台湾人 这我很难理解 我很难理解 你要没那个本事 你就是放手 人家各自想办法去办 各自想活路去办 你没本事 人家想活路 还不让人家 我倒要看看 民进党当局怎么办 我看看怎么办 你千万别把 那阿里斯康 给人进门线打 那玩意容易得血栓的 得完后遗症 不定啥样啊 那个东西 没经过实验 说完 那后遗症 不定啥样 它不像那个 像灭活疫苗 后遗症 几乎几十年的这种 已经观察 几乎就没有后遗症 要安全的 那阿里斯康 那个疫苗 不要啊 不要上来给 金门线打 我觉得台湾啊 好不容易从日本啊 从那搞了点 阿里斯康疫苗 可能可要留着点啊 可要留着点 可怜的那点疫苗啊 真的 也救不了 也救不了 这个金门人啊 我现在觉得台湾人 特别金门人 特别可怜啊 离岛这些人 你说台湾岛内 也就算了 这帮台湾岛内 这些人 对不对 互相之间 你说都有了疫情 金门没有疫情 非得弄出金门 得了疫情以后呢 非得得了疫病啊 然后再给疫苗 再给救治 何苦呢 本身人是离岛 就大陆打吗 就近吗 以人为本吗 人家选你当 当这个总统 选你执政 父母官 还管你叫成父母官 给人条活路都不给 金门人活路都没有了 天天玩意识形态 那个东西 有什么用啊 意识形态 那个东西 现在看 命比那些东西重要吧 意识形态 比命都重要啊 如果希望台湾岛内的 你们也想想 你们想想 多荒唐 这是人世间 现在我看到人世间最荒唐的事 人家叫自己自谋生路 自己找一个活路去 不干 就是不行 硬挺着 没疫苗你们挺着 你说你拿回来疫苗也行 拿不回来 就日本不要那点疫苗 阿里斯康给你了 自己都不敢打吧 蔡英文 我就想让台湾人投票 蔡英文打阿里斯康疫苗 打AZ疫苗 陈时中打这个疫苗 帮我面打 敢不敢投票 就让他们打 看他们敢不敢打 让别人打 那疫苗连日本人都不打 你打 日本人都不打那疫苗 我告诉大家 日本在台湾那些侨民 谁都不打 这是日本侨民 日本人都不打 日本的阿里斯康都停了 准备作废的 给台湾了 多可怜呢 台湾人呢 你们多可怜呢 你们在国际上成了啥笑柄 是不是 天天的新台湾加油呢 还玩的意识形态呢 真的 疫情之前 我把台湾人想象 我认为啊 我就去台湾 我也认为台湾至少见过世面 我认为台湾人至少都见过世面 知道什么能干 什么不能干 是不是啊 见过世面的 现在我看到了台湾人哪见过世面呢 意识形态挂帅呀 全是文革小将那种 跟你兜到底啊 要啊 多可怜啊 我的妈呀 文革中国都过去了 中国过去了 文革 台湾呢 还搞文革呢 现在 要死一起死啊 我现在看看台湾啊 民进党当局能不能同意 能不能同意金门 跑厦门来打 十几分钟坐船就过来了 打完疫苗 人家还能保证安全 凭什么不让你打呀 我告诉你 金门人可以告民进党当局 你反人类罪 有一个死啊 可以他妈告他 民进党当局 你们生病是生病 我们金门人生病不是生病吗 啊 我们想打疫苗就不让我们打 你没有本事 弄不来疫苗 我们 乡亲呢 那金门厦门 那是乡亲啊 给我疫苗 厦门现在疫情好 疫情好转 什么病都没有 给我们疫苗 还不让我们打 我觉得这要是在国际上 拍成电影的话 就有点像什么了 就像那种 纳粹啊 是不是 滥杀无辜 就是那种感觉 对方要救啊 救相亲的命啊 不允许 死活就不让你救你命 是吧 为啥 我们是意识形态 这要拍成电影 绝对可以拍啊 我觉得金门这个事 可以拍成电影的 未来 好好看看民进党当局 做的一些东西 见死不救嘛 这不是 为了疫情态 我觉得有一个金门人 老百姓死亡 民进党当局都都要被责任的 都要被责任的 死活不让打这疫苗 金门人太可怜了 我现在替金门人呼吁一下吧 我觉得金门人 一定要打这个疫苗 而且一定要尽快打 而且要打安全的疫苗 台湾这个政府啊 太可恶了 台湾这个政府啊 太可笑了